哈囉 我是二姐 歡迎回到我的頻道 久違的出國大家是否對一些機場交通 還有一些入境日本的準備有點陌生了呢 那我們就一起看下去吧 Yayyyy 我們現在在幹嘛的呢? 跟著人潮走一條 非常長的路 大家都走得廢快 還有人用跑的 現在時間是12點47分 我們剛到成田機場 然後很多人 飛機上幾乎全部客滿了 現在大家要來日本的時候 要來Visit Japanweb 這邊去註冊你的帳號 可以點選這邊註冊你的新的帳號 註冊完之後 就可以開始登入這個畫面 填寫一些你的基本資料 你的姓氏跟名字 國籍 護照的號碼 基本資料之後 你就可以看到下面有一個 登入路徑跟回國預訂 這邊就可以去自己去 新增你自己的行程 那登完之後 你就可以把它點進去 這邊就會有一個簡易手續 在我還沒有登入之前 這邊就會是紅色的 那必須要依照他的步驟 就是你需要先登入護照 然後再填寫問卷 然後再填寫疫苗申請書 就是派疫苗申請書 小黃卡的部分 登入完之後呢 你就可以看得到 你這邊會變成青 然後檢查完成 這邊就會有一個QR Code 那你在下飛機的時候 就一直拿著這個QR Code 快速通關就可以了 大家也要記得 是現在V49天Web上面 填寫這個外國人入境的紀錄 不然就會要當場 然後寫資本 會拖到一點點時間 我們到了成田機場了 然後來教一下大家 什麼用在網路上 預訂J-i-pass 然後在現場的這個機器取消 大家要認一下這個 紅色的這個標誌 然後這邊有一盤機器 我們可以直接選擇 繁體中文 然後領取鈔票 然後我是在J-i-a 東日本官網上面訂的 所以我點了這個 之後呢 他就會叫你掃QR Code代碼 或者是你要用信用卡 那我就刷QR Code代 然後這邊 就有我的J-i-a-pass 東京廣域所有券 然後這邊這幾個 下面都是我預約的一些行程 就例如說去P43清靜澤的車 我都先在網路上預約好了 好 那我這邊就按發行 這邊 稍微管 跟你們一樣 有差點 肩頭鎖子的地方 大家會在那裡排隊買N-e-r-se 千万不要去这里,比较浪费时间哟 在自动取票机,我们转个弯过来找这个柜台来这边买 绝对省很多时间 我们这一次住在新宿水,我们去城回城都是选择搭NES 我们在NES里面了,看它这里还有那个小桌子 跟我们的糕点很像 然后还有一个这个杯架 方便 出发 一人两个行李 我们要回家咯 现在准备要去神田机场 要走 五六,因为我们要搭NES 我们是搭这个十一号 我们是搭这个十一号 那个红色地线轴 大家礼拜五都没有要回家是不是 整个车厢 走,我跟SG了 要回家咯 我们到成田机场 第二航廈 要回国的每一个航廈都会有扭蛋区 要自己再看一下自己的航站的那个扭蛋区在哪里 那你们可以把自己的剩下零钱 有没有 全部在这里转掉 太多了 好嗨喔 不客气 这个家里的小区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